这条嗨老刚满18就想谈恋爱 没想到却被靓女无情拒绝了 直接推开嗨老就独自回了桑拿房 此时嗨老早已喝得颠颠沸沸的 不经意间拿了一副梯子放在门口 然后就去野外吃宵夜了 这时桑拿房内有两女一男正在黑皮 很快房间内的温度直线飙升 雕仔觉得有点顶不住了 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但他不管怎么用力门也打不开 他们以为是嗨老在外面搞搞阵的 研究了半天才知道门确实打不开了 为了不被烤成限量版的木乃伊 雕仔大大力想将大门撞开 就算他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却某有一丢丢的用 靓女往唯一的洞口向外看去 才知道有一副祖传的梯子卡住了门 惊慌中的靓女稀释开始威瓦鬼叫的 不停拍打大门希望嗨老可以听见 但嗨老现在正做着春秋大梦了 累到不行不行的雕仔急忙喝了点水 他们坐在桑拿房里等待奇迹的出现 火炉的烈火还在不断升温 这个房间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50度 只要他们失去呼吸 两个小时之内就会被烤成干湿 几人在桑拿房等了三五个小时 他喵的嗨老依旧没有回来 桑拿房的空气开始变得异常珍贵 雕仔假作镇定安慰两条妹子 让他们一定要冷静下来 只要能活着出去 自己一定可以嫁给他们的 可西施自己都已经养不活了 根本不想再多养个小白脸 还是赶快想办法看怎么出去吧 突然他们看到墙上有个像中的东西 翻过来一看发现里面有个温控器 雕仔见状急忙倒过了起来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用 就在这紧要关头 火炉又开始自动加热了 这次温度上升的速度更加的快 西施见此这次真的忍受不了 拿起一把祖传十九几代的勺子 大大力敲着大门上的玻璃 最后在西施疯狂的敲击之下 玻璃依旧纹丝不动 紧接着拿了一个铁桶 用尽洪荒之力疯狂中的玻璃 看来这玻璃有点像我家隔壁老大一座的 真的异常的坚固 这时雕仔突然想到一个大绝招 他拿着勺子从火炉里拿出两吨重的石头 放在破步上然后丢进山泉水中 石头的温度也很快就降了下来 下一秒雕仔就拿起石头 大大力朝门上的玻璃中了下去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 成功把小手磨出了番茄汁 玻璃还是依旧没有一点裂缝 雕仔累得已经想放弃了 但想想如果死在这里必定变成干湿 于是他再次爆发了洪荒之力 拿着石头就开始疯狂地敲击 突然 果然黄天不负有心人 几人急忙上前呼吸着不要钱的空气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随后他们刚刚坐下来休息没多久 雕仔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说这间桑拿房可是非常智能的 只要温度降低到一定的程度 房间里的火炉又会再次开始加热 于是他们现在也不能坐以待毙 雕仔拿着破步包住一只石头 想通过石头把外面顶住的梯子移开 但搞了大半天依旧没有成功 几人再次陷入了绝望之中 这时雕仔看到墙上挂着的电灯 他的心中又再次有了大绝招 这条雕仔跟靓女被困在桑拿房里 里面的温度最高可达250度 几人忍受着高温感觉屁股都快冒烟了 如果不赶快出去的话 很快他们就会变成干湿了 这时雕仔看到墙壁上的灯泡 突然想到一个大绝招 他想将电线弄短路从而达到断点 雕仔首先取下了昂贵的电灯泡 然后用破步绑上勺子沾上矿泉水 紧接着就将勺子往灯孔就对了进去 瞬间火发四射亮米也不停微挖鬼叫 雕仔被电完之后就不停颠来颠去 而桑拿房里的灯光也随之熄灭 幸运的是雕仔只是伤到一点皮毛 但遗憾的是火炉还在不停燃烧 就在西施正在呼吸新鲜的空气之时 外面的金毛发现异常叫了两下下 几人听到汪汪汪的叫声也看到了希望 不停敲打着房门发出激烈的撞击声 金毛还在门外不停地狂叫不止 另一边的嗨老似乎听到了狗叫声 然后就跑到桑拿房外面查看 三人在桑拿房也听到嗨老的声音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束烟花穿破黑夜在空中炸开 非常完美掩盖了几人的求救声 嗨老下意识往桑拿房看过去 就想起刚才表白被拒绝的场景 于是伤心到脚底准备回去睡觉 金毛又急急找到主人胡子哥 胡子哥貌似察觉到了异常 马上就开着拖拉机急忙赶回去 半路上却好巧不巧遇到了嗨老 胡子哥见嗨老还没谈恋爱就失恋了 急忙拉着他去自己的闺房细心安慰 此时雕崽被热的旧伤复发咳出了血 无奈之下他只能喝下洗香港脚的水 还真别说这水的咸度刚刚好 随着桑拿房的温度不断攀升 西施健壮想把温度控制系统破坏 却遭到闺蜜嗨妹的极力阻止 在两人争吵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下一秒西施被石头砸中脑袋晕了不去 两女一男被困在上百度的桑拿房里 经过高温的折磨后都开始变得疯癫 西施拿起两顿重的石头想破坏温控系统 却遭到嗨妹的拼死阻止 在两人的打闹过程中 西施意外被石头砸中晕倒在地 嗨妹早已惊慌到脚底与无伦次 随后他也拿起石头砸向温控系统 只用了三五下温控系统就被砸得稀巴烂 然后就开始等待奇迹的出现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火却越烧越旺 这让原本绝望的雕崽更加绝望 他开始不停哈哈傻笑了起来 旁边的嗨妹也开始变得疯癫 而雕崽脸部也变得真面 然后不要命用身体撞击火炉 他想用身体将火炉破坏掉 雕崽抱住火炉想将火炉弄倒 身体上不断传来嘶嘶嘶的声音 桑拿房里瞬间就铺满飘香的肉味 嗨妹也来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开始用尽全身力气拍打房门 雕崽还在不停倒不着火炉 突然火炉发生爆炸门也瞬间被炸开 嗨妹下意识回头看到 雕崽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回过神的嗨妹急忙回到别墅里 直接拿出冰镇的矿泉水大口大口喝起来 紧接着他就坐在床头哭得稀里哗啦的 画面一转嗨妹又回到桑拿房 他瞄得这居然是幻觉 刚才的爆炸门确实没有炸开 而雕崽却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 房间里现在还充满了煤气的味道 闻了几口就感觉有点上头 然后又跑到门口吸着新鲜的氧气 紧接着他还拿了几条的破骨 把昏迷中的吸尸挂在门口吸啊 此时嗨老还在想自己被吸尸拒绝的场景 看来第一次试炼确实有点痛苦 嗨妹为了找到煤气的泄露口 急忙先把炉子的石头取出来 受不了了又跑到门口吸两口新鲜空气 经过这样来回努力多次 最后成功把煤气出气孔堵住了 做完这一切嗨妹眼泪晕了过去 直到凌晨三点胡子割出来欧夜尿时 看到桑拿房门口都是碎玻璃 网洞口看去看到了挂起来的吸尸 两条靓女这才安全被救了出来 遗憾的是貂仔却变成了一具干尸 嗨老则在一旁痛苦不已 发誓以后再也不谈恋爱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